妮妮变成了鬼魂疯狂复仇居民 恐怖的背后却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秘密 小表妹最后能抓捕鬼魂成功吗 最新消息 情况紧急 请SHP收容小队立刻前往收容控制 原来又是我中来的时候呀 看我名牌特险队员的吧 什么 居然还有林正英倒是帮忙 这样逮捕鬼魂岂不是手拿把架 事不宜迟 咱们给你出发吧 让我看看 我去 刚刚是不是有个另一票了过去 不过这里什么也没有啊 地上有一副眼镜 先给他拿上 原来是保安的眼镜啊 老眼花花还当啥保安 快给我把大门打开 有要收在身的 开门啊 直接充充充 倒是说妮妮的怨气又上升了 时间紧迫赶紧走 看着地上咱们的人是死状团猎 看来我还是要解释小谢谢才行 奇怪 她好像很害怕的样子 妮妮和大家都变了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兔美美说妮妮是个讨厌的人 怎么大家好像都对妮妮有敌意 我等容清楚其中发生了什么事 拿出你刚刚收集的四张符 放在罗盘上就能召唤出妮妮 召唤召唤出妮妮 我可以问问这段事怎么回事 你好妮妮 我曾请问一下 我的妈呀 这种情况又怕是下次再问吧 零了零了零了 罗斯倒在这边的窗口里边 你好刚刚的妮妮没往这里走 这还要敲半天 可别敲到妮妮都过来了 还没敲开啊 好好好 我这乌鸦嘴 下次我先让布收拾来 放我一马 我是主播 你们好吵啊 下次我弄之前跟你干老下了不行吗 这年头电工也不好做啊 感觉有不好的事发生 咱们不准这一惊一炸的行方 救命 救命 我先控制住他 你把蜡烛点燃后 就能进入他的前世了解情况 啊 我去吗 我 不过现在也只有我能胜任这个任务啊 好好好 你个老的 怪不得要我去点蜡烛 你好呀 我叫妮妮 交个朋友吧 只要你不嫌弃我 我会帮你打杂 做你的小跟班哦 奇怪 妮妮的前世一点都不像一个坏人 到底是因为什么才让她变成这样的呢 她们好像都很讨厌妮妮 不喜欢她 就知道搞破坏 还不太有残人 说妮妮没皮肤 还要把妮妮推进银枪 我的妈呀 就算霸凌了 奇怪 我怎么到妮妮家里了 难道和家庭也有关系 你的作业写完了吗 每天就知道了 一点都不让人省心 今天作业要是写不完 就把你永远管家 好多双眼睛 感觉母亲给她的压力好大 先帮她完成作业吧 在去楼上拿到出去的钥匙 童前剑可以消灭鬼魂 快拿上 有着童前剑 只要我换你一抄斗板 家人剑我一定还你个公道 过来 怎么砍不动 好了 你是这边强烂的算命师吧 你逃命 童前剑对付不了她 看来要上些现代武器了 你早是有这玩意儿 这我还踏得大 看我直接偷偷了她 对 怎么剩了这么多 这么难打死 我说大师 你就不能给一把子弹 多一些的枪码 你打人一炮也行啊 卧槽 我想到一个好办法 开启这里所有的煤气 毒晕你你 肯定管用 不是吧 我怕她还没毒用过去 我就已经被毒狗带了 果然没用 我说你能不能想点 靠谱的罚子 鬼魂怕光 去把六个灯光装置开启 就能抓捕成狗 可算完成任务了 虽然你一翼的魂魄 已经收容起来 不过在她身上发生的事 还真是令人唏嘘 难道因为无心做错的一件事 居然该被霸凌吗 敢对霸凌人人有责 希望每个学生 都能在开心快乐 没有霸凌的观众里成长